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济南千府山风景区的窝虎山 从这往北去,北边有一个上山道,那个道上去以后呢,就是北侧战争遗址 从南边呢,从这南边呢,也有个上山道 南边上去以后呢,就是南侧战争遗址 这条道呢,是主上山道,从这个地方上山 上去以后呢,上面有个健身广场,还有呢,这个石海战桥 我选择的是北侧的那条上山道 这样到达山顶以后啊,从北侧的战争遗址 往南,到南侧的战争遗址 不走啊,重复的路 这个上山口的下面,就是旅游路和丽阳路相交的台河广场 它的北端就是金吉岭和丽阳湖 这座山上有两处啊,解放战争的战争遗址 听说啊,保存的非常完好 所以我这次来啊,主要就是想去看一看这山上的战争遗址的 这条上山路啊,是一条顺着山市修建的石阶路 走起来啊,不太很费事 从这个左前方已经有遗址出现了 这是一座用石阻气的泡楼 这有个射击口 我们到上面来看一下 这座泡楼啊,东西南北啊,有四个射击口 大家看,这就是解放战争的遗址 这是泡楼 这墙口 这就是地下公式了 下去看看 这是一个里外间 全都是用石头啊,累系起来的 它的隔壁啊,也有遗址 这里啊,是遗址的主要区域 这有个门楼 还有个牌子 波护山战争遗址开放时间 看来这个遗址啊,开放时间还是有规定的 每年五月到十月的开放时间是八点到十八点 十一月到四月的开放时间是八点到十六点 想来看遗址的朋友 一定要掌握时间哦,右侧的墙上有个遗址建设 大家看,这个公式是环形的防御公式 整个阵地的面积啊,是二十五米建方 这座防御公式的坚固程度是永固式的 是用山石,水泥,白灰,木材等材料构成的 整个环形的四角都有火力点 每个火力点都有三处射击口 整个阵地啊,用一到一米二宽的 站好,贯穿在一起 站好的四个边线也都有啊,三个隐蔽的射击口 阵地旁还备有弹药库和港烧掩体 这个阵地啊,可以助手啊,一个架枪牌 也就是四十多个人 这里啊,就是沃湖山北战争遗址的制作点 从这里我们看一下 在南边那里有个亭子 那个地方呢,应该就是南战争遗址 可那两个冒烟囱的地方,那是荆棘岭啊 热电厂,这么大看 我们是在群山的包围之中 这边都是一片的这个居民小区 我们大看呢,那么是马鞍山 英雄山,那边是六里山,七里山 我们的北侧呢 就是荆棘岭和千府山 从这个北战争遗址啊 出来,然后呢,我们沿着这个山脊 我们是在这个沃湖山的山脊上 从这个山脊上往南走 去参观一下这个战争遗址的南战争遗址 我们知道沃湖山山顶的战争遗址是1948年 下秋有国民党兵修建的防御攻势 这是西南战役国民党军设立的第三道防线的 一处关键性的防御支撑点 这是在山脊上中战部位修建的艰辛广场 老师,他那个战争遗址在哪边 哪边呢,不是这边,还有个男子 在这边往上上 那是不远了吧 不远了 你知道这个时候那个战争遗址的战亿 你知道吧 不知道 战争遗址了 你多长年了啊 我还得到六十多了 六十多了啊 我还没错 你住下边啊 他没搭啊 你敢问他不住车了吗 这个公司是要没搭用到车啊 没用到 那战争遗址了 那战争遗址了 那战争遗址就撤了 没动手 我突然讲 没动手 他都布局好了 但是没搭 你听说的是什么呢 老师 我听说的 听说的 当时是什么回事 你说的具体的吧 老师 我听说的 当时那个 这边还没搭 没搭是吧 哦 这样是什么的 他都修好了 没捞着用 没有 没有 谢谢了 哈哈哈 我们已经来到了 山顶南色的战争遗址 当时啊 王耀武 以为有了 这固热金汤的攻势 就可以高震无忧了 可是啊 历史就是历史 那场战争啊 过去已经70多年了 这个阵地啊 被很好的保留下来 作为啊 那场战争的一处载体 有着独特的记录时代的意义 也带给我们更多的 对战争的思考 我们渴望不再有战争 和平啊 才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各位好友啊 您是怎么看的呢 您可以在评论栏里 发表您的高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